探歌 杂谈是 这时候对探歌的兴趣 不是只有学跳舞而已 像老师有讲座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 我都会尽量参加 我也是因为参加这么多讲座 我觉得探歌的文化与艺术 真的不是只是一般舞蹈的层面而已 也就是说它不是单纯的 要展现肢体的好看 或者是只是想要动动运动身体而已 它有很多是在抒发心理的 社会的国家的一些情绪 所以它才产生 那它连带的它就会有比方说最直接的是它的歌词的文学 那它的音乐也很复杂 它的音乐的复杂程度跟其他的拉丁音乐的复杂程度 我觉得相差还蛮大的 我觉得第一个主要是因为它的情绪有很多的面向 比方说Salsa Salsa有很多大部分都是在唱爱情 而且是我好爱你你也好爱我 或者是说他情绪听起来就是这样 就是每一首歌都好热情 但是探歌的音乐 它的确有一部分也是在讲这些爱情的事情 但是他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讲失恋 或者是兄弟的情谊 背叛 然后这是人跟人之间的 那他也有在讲社会最近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国家的或者是思念家乡的 所以它的也有很多社会议题在里面 所以你在看一个音乐的时候 就会发现它的感受每一首都会不太一样 因为有觉得是很荡的 觉得很伤心的 然后要慢慢跳慢慢品尝 也会有很嗨的 觉得今天心情很好了 我一定要很vibe这样子 所以探歌的就变成说很多元 那我在听这些歌 或是分析这些歌的时候 觉得探歌的这种全面性的文化 会让我觉得它其实非常非常的低 它很深入 那它就会很值得大家好好去深究它背后的这些故事 或是它的音乐 而不是只有在舞蹈的这个表层而已 那我觉得也是因为有下面这些bass来支撑这些舞蹈上面 来互相辉映 所以常常我在舞蹈里面的感动其实是因为来自下面的这些 比方说像我最喜欢讲一个例子是 就是有一年台湾过阿根廷探歌20周年 就是阿根廷探歌被Daniel老师引进台湾 这样子第二十年的时候 然后有一队老师Derek和Agnath老师找Stacy老师一起合办了 台湾探歌20周年的一个活动 那他们邀请了台湾的两个探歌乐团合并 然后他们做了其中乐团他们本来在自己练习的时候就有一个特色是他们喜欢remix台湾的民谣 其实探歌也算是 对对对其实每一个国家他的歌曲都算是他的民谣 那我们台湾也有我们自己的民谣 那阿根廷探歌就像阿根廷他们的民谣 就是他们当地人唱了哪些歌就是他们的民谣 那其实台湾人的发展振动的史 其实你去看会跟阿根廷那些发展出探歌的人 蛮雷同的就是都是比较偏底层的 那底层的这些人对于生活的奋斗跟纠结 或者说他的挫折感都是很类似的 所以他们把台湾的跟阿根廷的remix在一起的时候 就那个效果非常的好 因为情绪是很类似的 我记得好像前年还是大前年刚好台中的国美馆 他还办了一个叫做共识的新丛的展览 那那个展览就是关于台湾社会在1930到1940几年 还是六几年有点忘记 那一段时间的台湾文学跟绘画的艺术的很多很多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 那这段时间就是很刚好是阿根廷探歌的黄金年代 就是最精华的那个时间黄金年代是1930到1955年总结 所以他们是整个overlap在一起 所以在看那些作品的时候 就会真的就看到同样一个时空下 一个在南半球 一个在北半球 然后同时发生的事情 那你就会看到哇 都是真的都是纯朴的心情 可是很想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之后 那发展出来的艺术是什么样子 所以在看那个展览的时候真的感触很多 我当时那些展览的那个小册子都不会留太久 但是唯独就是那个我还有留下来的 对 反正就是借由这些贝斯的事情 我觉得让他的舞蹈很特别 反正就是因为这样才让我跳了这么久